西方国家长期靠垄断谋取高额利润 这种模式本身就是病态的 它固然能短时间内掐住中国脖子 但是长时间里根本没办法阻止中国 而中国一旦实现技术突破 西方国家就会降价打压中国企业 企图扼杀在摇篮里 中国企业也因此陷入恶性竞争 产品永远卖不了高价 外体以为靠这种降维打击就能压垮中国 其实是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 我们压根不想提高价格 不是因为卖不了高价 而是有更大的工业企图 中国产品卖不了高价 也不想卖高价到底是为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这是非常奇怪的件事情 以往外国卖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非常的昂贵 但是只要中国突破技术后 同样的产品价格还是卖和国外一样的价格 那么不仅下游的外企不买单 连我们国内的企业和民众都有怨言 你一个国产产品平常卖得这么贵 这种结果对研发的企业非常的不友好 投入的高额研发费用得不到回报 甚至直接亏损 中国的产品为什么就卖不出高价呢 今天这个视频告诉你 有人说国产产品卖不出高价是质量不达标 外销和内销品质不一样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前些年啊 日本的马桶盖在中国火遍大家南北 去日本旅游的中国大妈 如果不买一个马桶盖回来 还会被嘲讽白去了一趟日本 有种不到长城费好汉的感觉 抢到马桶盖的人回国 也一直在吹嘘它的功能非常人性化 马桶盖会加热 它会自动喷洗 各种功能也只有日本能做到 很快就在网络上爆火 国内的大妈们听了心扬得很 不能出国 但是我可以代购啊 于是日本商场里 多了一群中国的职业代购 马桶盖一度出现 被中国人抢购一空的圣经 当场惊呆了日本媒体 结果有趣的一幕发生了 马桶盖是买回来了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它底下竟然印着一行字 Made in China 购买马桶盖的大妈们当场傻眼了 觉得上当受骗了 怒视店家和代购欺诈 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 信心苦苦跑去海外进口高端的马桶盖 怎么能是中国生产的呢 结果经过查证 大妈们才发现真想更加残酷 日本牌子的马桶盖 不仅制造是中国的 连设计都是中国厂家负责的 日本企业只负责挂牌 可以说完全就是一个纯种的中国血统 挂上了日本的名字 这件事还上了当时的热搜 闹得是轰轰烈烈 这家挂牌马桶盖的日企名气还挺大 在中国国内都家喻互相 然后就被中国人扒了皮 说实话 这家日企其实挺冤枉的 倒不是说他们故意欺骗中国消费者 他们旗下中国产的马桶盖 原本就是为了日本民众习惯定制的 为了同时保证质量和节省成本 才找中国带的工 结果不知道被哪个日吹拿来炫耀 又闯到了中国 才成了这种脑具 最后大家也只能用出了个国 带过了个寂寞来形容当时的马桶盖世界 马桶盖并不是高科技产品 却是中国制造的真实写照 这款在国外爆火的马桶盖 虽然被证实在中国网店也有销售 但是国内大妈们还能买账吗 自然不能了 类似马桶盖的事情还真不少 在国内设计和生产的商品挂一个国外品牌 就成了进口的高端产品 身价暴涨数倍 还有最近华为P50售价4000多 被人骂用中国营销吸中国人的血 同样版本 而且是两年前发布的旧手机 苹果11 售卖同样的价格却被人夸视 保值 为什么人们就是不认同国产产品 这到底是人们的心理在作祟 还是中国制造真的不行呢 有人说是中国人喜欢从洋媚外 或者是中国产家喜欢豆光剪料 区别对待内外营销 这些原因都有 但是并不全面 责怪企业和普通人是本末倒置 没有看清楚问题的本质 中国产品还没被国人接受 只是因为我们制造能力 远超我们的想象而已 以前我们为了发展 从衣服鞋帽代工开始 承接西方国家落后的产能 然后再用数亿件衣服的利润 去换取外汇 换飞机等高科技产品 那时候在我们看来 西方国家的确就是代表着 先进和高端 甚至还有高人一等的地位 在当时那种氛围下 中国企业有外企高管 外企合作商 那就是高大上的代名词 整个社会充斥着一股洋味道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 该名落伍的民族 为了摆脱这种落后的局面 先辈们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 努力与尝试 这个进程注定是痛苦的 但好在中国凭借自己的智慧做到了 而且速度极快 快到我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中国只用了几十年 就走完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积累 而且还是在大部分技术封锁的情况下 走到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前列 我们的高新技术和高质量产品 也不断涌现 甚至在手机 无人机 家电 工程制造等很多高科技领域的制造能力 已经反超了身为先辈的欧美 中国制造开始文明世界 美国看着中国基建程度 再看看自己落魄的纽约 惊叹曾经世界之都的地位 摇摇欲坠 日本看着各种电子产品背部的 Made in China标识 再回想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家电 心酸不已 连某弯的电视节目 也充满了各种的中国吹 场面是非常的滑稽 但又让我们普通人感动 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中国已经是世界制造强国了 可以说是能力赶上了 思想还来不及改变 我们的白领精英们 还在仰望国外产品 以洋货为荣 我们的外贸企业 也在眼巴巴的望着海外的订单 宁愿代工都不愿意 自己好好经营一个品牌 甚至连普通的老百姓 也更在乎谁家开的 是不是进口高单轿车 这是我们富裕之后的正常表现 并非人性的问题 德国 美国 日本这些制造业强国 都曾经有过这样的阶段 19世纪末 德国人的工业品 被英国人嘲笑是Made in Germany 意思就是德国的粗制滥造 20世纪末 日本的制造业被美国冠于Made in Japan 而身为科技灯塔国的漂亮国的制造业 也是偷失英国起家的 这些国家在早期都被工业领先国 嘲讽和鄙视 与我们此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如果我们在往前深究到 第一次工业革命前 当时还处于海洋探索时期 欧洲的国家为了鼓励 国内冒险家出海探索 用的就是中国生产的丝绸 谁敢于冒险发现新大陆 就讲赏谁一件来自东方大陆的安贵丝绸 历史总是轮回的 这个进程中 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那是正常的 等我们真正强大 这些质疑都会一扫而空 成为我们几千年文化底蕴的民族自信 其实中国产品不卖高价 还有一个被大家忽视的原因 中国在刻意控制价格 帮助产业链上下游发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金东方 以前年年亏损 国家还拼命地支持它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多人一直想不明白 为什么中国科技突破封锁后 产品价格一下子就要减半 卖给西方国家 很多人都觉得 中国实在太老实了 应该像外企那样卖高价 也让别人尝一下感受 这么做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对手不给你机会 以往外企凭借着先发优势 占领科技的制高点 然后用技术专利等手段 垄断了产品的市场 这样就可以卖出天价 这个时候卖的不仅仅是设备 还有技术和服务 但是等你花费无数精力和金钱 实现技术突破后 他们自然就着急了 开始大幅度降价 准备把你扼杀在摇篮里 比如顿购机 以前我们进口其他国家的顿购机 需要两亿多一台 这些价格贵在哪里 并不只是技术上 还有配件上 三万的电脑 十万的空调 而且不能自己更换 只能购买对方提供的技术 还要看对方技师的心情 等到中国花费大力气研发后 国外企业马上降价 将价格一下子降了一半多 目的非常明确 扼杀国产动购机 反正他们通过垄断 挣的钱已经足够多了 现在正好降价挤压对手 只要没了竞争者 他们就可以继续坦着挣钱 工业软件 芯片就是典型例子 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刚完成技术积累 国外就通过降价 挤掉中国产品 完成市场的垄断 还有高铁 传感器 以及各种材料等 都遭遇过类似的事情 其实这些背后很大的原因就是 企业竞争或者资本的博弈 企业竞争的后果就是中国卖不了高价 中国也不屑于卖高价 你会发现 就算中国技术和制造处于领先 我们也很少卖高价 比如无人机 5G基站 断购机等 即使质量和技术比美国还稍微强一点 但是价格也是相当亲民 倒不是说他们不值高价 而是低价更有利于中国的整体发展 这么说大家有点模糊 我举一个曾经中国显示屏 如何反败为胜的案例 可以说相当经典 中国的京东方是全球第一大液金面板生产产家 他的成长经历可以用步步精心来形容 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 募资3.5亿元 2001年又在A股上市圈钱 此后连续多次在公开渠道和非公开渠道募资 可惜京东方在外企降价的进攻中 依旧每年亏损 甚至都见不到盈利的迹象 股民也骂他骂了十多年 称他是圈钱王 扶不起的阿斗等 当时京东方其实还想去海外上市 目的是为了拿到更多的投资 建更多不挣钱的生产线 甚至连前期准备都做好了 最终因为媒体的指责和网友的舆论而泡汤 巨额的亏损加不断扩大的融资额度 这在我们看来就是活脱脱的资本骗局 但是奇怪的是 民众骂得越狠 京东方的生产线建得越多 政府支持的力度也越大 不仅银行大力贷款支持 最难的时候 甚至是政府直接出面投资 很多人不太理解 其实这里面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普通人看到的是一家企业的亏损 政府看到的却是显示屏背后的无数条商业链 它的上游是工业软件 材料 面板等供应商 它的下游是手机 电脑 家电 乃至军工用品 京东方一家在亏 它的上下游全都在挣钱 京东方亏得越多 建的生产线越多 上下游走得就越快 成绩就越突出 2021年时 依靠京东方成长起来的上游公司 有十家企业成功或者准备上市 下游企业的小米 看家 华为 联想等等 一个个都成为了庞然大物 其实京东方走的路比我说的还要艰难 它除了面对技术问题和资金问题外 还要面对对手的各种硬招 在当时 液晶市场还是日韩称霸的局面 一台液晶电视的价格非常高 中国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消费得起 比如在05年时 一个32英寸的液晶电视 售价就高达七八千元 而那时候大家一个月的工资 顶了天了也就两三千 零几年能买得起液晶电视的 基本上都是富贵之家 但到了现在 液晶电视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 一个55寸的液晶电视 两三千块钱就能拿得下来 是真正意义上的 走入我们老百姓的家里 这里没有技术发展成熟的原因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我们国产的众多液晶面板企业 摆脱了封锁 成长了起来 其中的京东方就是电信代表 2003年 京东方正式进入液晶面板生产领域 经过几年的积累 京东方在2006年 与某市政府达成了建设 LCD液晶六代线的合作意向 这边科普一下 液晶面板的世代线越低 代表能生产的面板尺寸就越小 世代线越高 代表能生产的尺寸就越大 一个六代线 大概能生产18寸到37寸的液晶面板 但是在消息传出后 日本老牌的面板企业 就主动向某市政府表达了合作意向 为了故意恶心人 夏普向某市政府提供了搭建更高的 7.5代线的提议 成功地把京东方挤下车 可是在2007年的7月底 夏普却对外宣称 没有在中国投资业金生产线的计划 成功搞还了京东方的合作计划 恶心人的手段用了还不止这一次 同年的8月 上广店想要与京东方合作 计划签一条L7D6代线 但是消息被夏普得知 夏普又使出同样的套路 凭借着花言巧语 成功让上广店放弃与京东方合作 在目的达成后 夏普又随便找了个借口 退出了与上广店的合作项目 原本被夏普这么两次折腾 京东方错失了很多发展的机遇 可能会就此一蹶不振 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京东方在2007年成功于成都 达成了合作建立4.5代线的项目 你高时代线老搞我 那我就先从你看不上的低时代线做起 就此 京东方成功地在业绩面板市场中 生存了下来 此后 京东方通过自己过硬的技术 以及生产实力 不管多低的价格 京东方都能做 也都能盈利 低连的价格不仅让消费者获得了实惠 还让自己在面板生产领域炸下根来 而某些外国品牌 却由于跟不上脚步被淘汰了 比如曾经那个恶心人的夏普 由于经营不利 夏普在2016年被台积电收购 这就是中国提高不了产品售价 甚至不想提高售价的正式写照 靠垄断谋取高利润的病态模式固然很好 也是发达国家的一贯作风 但是却缺少了长久发展的思维 少了垄断的利润 他们就学不会生存 反观中国 企业在艰难中一步步成长 基础牢固 政府对技术的定位更加清晰和长远 技术不是用来牟利的 而是用来发展的 这就是中国这么多年来 科技能一直发展起来的原因 好了 我是熊猫 带你看懂世界科技背后的故事